畫面上來看到上個月20號連接雙北重要橋樑中校橋 因為被連結車翻覆給衝破護欄 導致了交通大亂 原本預估需要花兩個月的時間 不過工程團隊搶修今天清晨6點 已經全線恢復提前的通車 原先事故才兩階段 但是現在事故下方平面道路依舊持續封閉 主要在進行支撐以及拆除的道路復修 預計9月周旬能夠完工